我们看到一条比较简单的颜色 不如试试我们将y用x来表示 所以我们会将y的group在一起 y 然后这个就是x 加上1 将剩下的东西就踢到右边了 就是4 加2x 然后我们会将x加1踢到右边 首先将4加2x写成2x加2 再加2 然后下面就是x加1 你看到这个2x加2 这个分子的部分就可以降次方 所以这个东西最后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就是2加2 over x加1 然后我们就要讨论 今次这个题目就要我们找整数解 那就是x和y都要是整数 那我们新鲜市桌已经有一个y在 那y要是整数的人呢 那我们要这个2当然是整数 那我们不需要讨论的 那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要这一块东西呢 都需要是整数的 那这块东西是整数的话 那也就是x加1 这块东西是需要是2的因子 那所以我们就会解出 x加1这块东西 需要是2的因子 2的因子不是很多的 那也就是正负1 也就是正负2 那所以解到出来 跟回这个次序 那x呢 就只有这四种可能性而已 一是0 负2 那这个就对应这个正负1 一是1 负3 那后面这两个就对应这个正负2 那对应出来的y呢 那你把上面的这一条式呢 就会有 y等于 4 0 3 和1 那组合这四组呢 那你就可以这样写了 那得出来的解呢 x第一组解 就是0 和4 然后我们有 负2 0 第3组 1 和3 第4组 就是负3 和1 又是啦 那我们手头上这次有这条不定方程呢 那我们试一下 用一个代入第二个 那但是这次呢 那我们见到 y呢 那出现的次数就比较多 那既然是这样呢 那我们就不如试一下拿x做主角啦 那反正我们的最终目的呢 都只是需要找个整数解而已 那那 那如是这上面的这一条式呢 那就可以化成 负3 x 那抽出来呢 就变成了 y-2 里面 那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 y的平方 2 y-2 那就是这样的 一条这样的颜色啦 那然后 我们就把 x以外的东西 又踢过右手边啦 那所以呢 x呢 最终就会等于 负3分1呢 那这个东西踢过之后呢 那刚好 就随正了 y 那这个就 减2 over y-2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啦 那然后我们就要讨论 整数解了 那就是说 x 和y 都需要是一个整数 那 首先说说 x如果是整数的话呢 那 那 这里有一块东西要乘以 3分1 那就是 括弧里面这块东西 都需要给3整除了 那就是3需要整除 括弧里面的这块东西啦 那就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又有 这个 2over y-2的这个物体 那 2over y-2 这个当然 又需要是整数啦 那我们得出来的整数解 那才会整数减 一个整数 那 那才会是一个整数 那而这块东西呢 就需要给3整除 那出来的x呢 才有机会是整数的 那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 2over y-2 这块东西呢 那就需要是 属于整数的这个集合里面 那 那我们就会有这两个条件啦 那既然2over y-2 这块东西 需要是一个整数的话 那 那就是 y-2呢 那 那就需要等于2的因子哦 那 那 那 其中一个呢 就是正负1 另外一个呢 就是正负2啦 那 那 我们 如果拍下去的话 那 y呢 就将会有4个解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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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将这4个的东西呢 都摆到夕一夕 发觉不是全部都行的 那行的呢,那只得一个y等于1 另一个就是y等于4 那你如果将1和4放到上面的这一条式呢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外面的x了 那x呢,你放到1的话 x就会等于-1 那你放到4的话 x在这个案子也是会等于-1 那所以呢,今次这一条题目呢 的两组解呢 就是x等于-1,y等于1 和x等于-1,y等于4 那就是这两组解了